在这段影片我想跟你分享 我进行了间歇性断食三个月之后的结果和心得 如果你也有兴趣尝试断食 或者想知道这个人人都在说的饮食法对不对你 无论你的目标是想消脂减肥还是想改善健康 都希望你可以在这个影片了解到有关断食的大部分重要知识 包括就我自己的经验 在断食期间究竟吃些什么好呢? 我用的断食方法叫做16白 意思就是一天24小时里面连续16个小时不吃东西 另外那8个小时就可以吃东西 这个方法也是最常见 或者你在YouTube看到很多人讨论的方法 其实我不是第一次断食 我以前曾经拍片讲过 我第一次断食就失败了 我本身是一个断食的失败 我曾经用断食的时间 即是失败的时间就失败了一天 因为我当时用的断食方法 就是每天晚上5、6点就不吃东西 意思就是不吃晚餐 但夜晚捱我就实在太辛苦了 所以我第一天也完成不了 然后今次是我第二次尝试断食了 不过今次我就将饮食时间调整并且压缩在下午3点到夜晚11点之间 除了因为夜晚不吃饭你会熬饿很辛苦之外 其实不吃晚餐都会很影响你的社交生活 但是不吃早餐或者将午餐的时间推迟一些影响就没那么大了 如果你还未了解到间歇性断食为什么可以消脂减肥 我在这里给你一个最简易的解说 每当我们进食之后身体将食物消化吸收都会分泌胰岛素 而胰岛素促进营养能量储存 所以越多或者越频密的胰岛素分泌 和脂肪积聚的关系很大 间歇性断食就是刻意限制进食的时间 也就是可以缩短身体有机会分泌胰岛素的时间 断食虽然好像是近年才兴起的话题 但是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 因为大部分的主流宗教都是传统上有断食的习俗 所以有些人说断食很不自然 因为有时吃很多有时又不吃东西 但是一日三餐这个规律对于我们来说 又是不是自然呢? 如果您做一些其他东西 你现在看起来有点减肯定 如果您有点瘟岛素促进的习俗 如果您有点瘟岛素促进的习俗 然后您会看到 90%的问题会出现 10%的问题仍然存在 我们可以去治疗 现在7点钟我就开始吃今天的第一餐了 但是呢 譬如说我会吃火鍋 或者像你这样吃自助餐 那其实呢 吃自助餐可能你都要过一个多两个小时 而且你吃东西比较多 基本上你整晚都不用吃东西 首先最好的好处就是说 那你一定是限制你饮食的时间 那也是我们断食的原理和原则来的 那有些人会担心呢 就是说如果真的好像我这样 来吃自助餐都会吃这么多甜品呢 那会不会令到断食会失去效用呢 或者有些人会担心 就会不会是 既然是限制饮食时间 那就好像会自己吃些什么 又无法控制那样呢 我觉得就以我自己过往 这几个月的实行断食的经验呢 当你断食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其实对食物的依赖会减低了 好像我刚才我这一餐就七点钟开始了 那是今天的第一餐 其实我刚才五六点的时候呢 没有感觉到自己很想要吃东西的感觉 所以就算我现在坐下吃这个自助餐呢 都不是真的吃了很多东西 所以我觉得是令到可以 那个身体状况是有一种调整在的 甚至是挺好的就可以减低了你对食物的依赖 或者是当你要吃东西的时候呢 你会更加去小心去吃些什么东西 因为前一晚是比较夜才吃东西 所以其实第二天的早上呢 就不是真的觉得太肚饿的 不过为了帮助身体适应呢 我都会喝一些草盆烧脂葱剂 除了可以帮助提升新神代謝之外 那里面的草盆成分呢 它都可以带来一些是饱肚感的 不必要紧记了 断食的期间呢是不可以 喝或者吃一些有热量的东西的 所以只可以喝水啦 茶、咖啡 或者一些没有热量的小脂葱剂 在我拍这段片的时候呢 我就已经结束了我的断食 因为呢我连续用这个方法 用了几个月啦 那觉得呢就真的瘦得很快 可能这个方法呢就实在太有效了 不过呢慢慢都开始觉得了 肌肉量呢就好像有所下跌 那所以呢我就暂时结束了 虽然提起断食 我们经常都会想到是用来消脂减肥 但是很多人相信断食都有其他健康功效 甚至可以帮助身体自然痊愈 重整我们的内在系统 很多人用了比较容易执行的断食法 例如16-8之后 都会反映集中力提升 努力提升 记忆力增强 在日间的时候比以前清醒 甚至晚上的时候睡得更好等等的好处 亦都是因为这些好处 断食在美国植谷近年成为话题 例如Twitter CEO 曾经说过他每天只吃一餐 而他最大的感受就是发觉 原来一日三餐的规律佔了我们很多时间 断食之后他觉得每天的时间过得慢了 换言之就可以用到更多时间了 在这段时间里面其实我都有继续健身训练 开始的时候的确是力量和内力受到比较明显的影响 之后才会适应一些 如果你本身有任何健康问题或者身体疾病 你去做断食之前你一定要先咨询专业人士的意见 其实在外国就有一些专门的地方 就好像一些度假村那样 就被人去做一些有医学监察的断食 例如可能是十多日或者更加长的时间只喝清水 那当然啦 这些比较极端的断食方法 就不太适合我们长期要做运动的人使用了 成荐厌 或者。 地震厌